两种语言 一种语! 现在要搅定一些错误了 错误就是在这个线条上 走 和发力点的时候 向前拉 或者向上拉 这些都是属于错误的 那如何才是正确呢? 在这个线条 然后垂直90度拉下来 这个才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铺的力量 是来自于我们的横甲膜 这个肌肉向下 感觉就像你拉一个风针 风针放上天 一会儿大风吹来的时候 你的手向下 拉着它 这种感觉就差不多了 就像刚才这一句 休息这个位置 随着90度拉下来 好 再来 等了一下 于是想起你 对了 发力点是一个腰 很漂亮 就是这样了 非常好 对 都是因为这场雨 无人之下的那么大 怕来不及 跟你 留在一起 三 四 一个人的怨 我的心 应该放在哪里 拥抱过后 我的手上 应该放在哪里 我始终学 不会控制 好 这个位置来缩一点点 这个完了以后 我始终学不会控制 这个雪 就是发力的位置 它有少少不同 就是说 我们以为 尾巴的字是发力 但它是第四个字 我始终学不会控制 对的 这个学字 始终的中字和学字 是垂直90度的关系 再来一次 这一句 三 四 一个人的怨 我的心 应该放在哪里 拥抱我 我的手 应该放在哪里 当时就学 我始终学不会控制 我的故事 在玻璃窗上 喝出你命 好 每个字 可以做得好一点点 在玻璃 然后呢 窗的那个窗 就是这个发力点 平平平 随着90度 在玻璃窗上 这个发力点 好像你打球的 那个力量的凝聚点 很重要 你向下发力的时候 太散了 就变成没有力量 OK 在玻璃窗上 这个力量的凝聚点 要出来 再来一下这里 在玻璃窗上 OK 在玻璃窗上 玻璃的后半部分 要把它 很拆 拉到这个 拉到这个 黄金分割点上面 再来 在玻璃窗上 有没有感觉 控制 声音的正确 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推到位 反而 你向下拔的 是很机械化的 难度 全部是在这个 铺之前的 好像把你的点 一碰碰到 墙上 如果你 这个垂直 怎么在呢 然后这个环线 这条打直的 这条线 在这里 你由这个点 企图垂直 拔下来 不够的 你一定要 一碰碰到这里 然后再垂直向下 这样才可以 找到那个 90度的位置 你未到 不行 你宁愿过一点 就OK 到位 或者是很贴近 那就最完美 OK Very Good 好聪明 有什么方法 让两个人 不分离 哦 Oh yeah Oh Oh baby 咱 federal oh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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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夜 我的心 應該放在哪裡 擁抱我 我的想像應該放在哪裡 我試著 全部會控制 我的呼吸 在我會長相 喝出你美麗的名字 寂寞還是有眼淚 應該留到哪裡 遇到我的你的車子 現在停在哪裡 只怪我忍不住 對著你的手提 找到你的話題 講不到我命的演戲 寂寞還是我的心 應該放在哪裡 擁抱我 我的聲聲應該放在哪裡 過去就是 我會控制 我的呼吸 在玻璃窗上 喝出你美麗的名字 寂寞來時 在你 God 酒 lanç到你 便携了你 也携了你 會給你 agers 你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